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车行附近还有一个中国工地 这个工地是重庆外建 这个工地主要负责修建姆贝亚附近的一些主要的交通干线 也是修路的 我通过这个车行的朋友的介绍呢 来到了这个重庆外建公司 来跟里边的人有过一些短暂的接触 那您在这边待多久了 我在那边是16年7月份 16年7月份 那也就是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刚才是来说实话 看见是在黑人还是 有点心里有点紧张是吧 有点发怵 后面通过接触感觉他们这些人还是挺好 其实还是好人多 下面这些平民百姓吧 他见到中国人还是很客气的 他见到中国人他就会主动跟人打招 对对对 这些政府的还有当心的 这样做的话就比较危险 还有可能会把这抓起来 以为你是反对党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这边还好 这边很多反对党都在这边 这个工地里边大部分都是一些90后的年轻人 包括工程师还有这个翻译人员啊 包括会计都是非常年轻的中国人 这个非常像五十年前的修铁路时候的那种感觉 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一些年轻人来到非洲 帮助非洲人在做一些基础建设 那么五十年过去了 我们中国人依旧还在干着五十年前同样的一些事 当然了现在在修这些公路和铁路 并不是像以前那样无偿的捐助 是两国之间开启的一种合作 是一种合作共赢的这种方式 在这个重庆外建这个工地里面呢 中间时候来了一个黑人的当地的一个警察局局长 他通过他的穿着并不像一个局长的感觉 穿了一个拖鞋 一个简单的T恤衫 还有一条裤子 看上去就是平民大众的感觉 并不像一个局长样的 他来这个工地的主要目的就是来拜访他们 并且向这个工地来借一点这个给自己的车加点油 他来这个工地的时候呢 工地的养了两条狗 这个狗一直追着他咬 然后他也特别害怕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中国很多的工地或者企业里边 只要是中国人养的狗 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都不会咬 但是遇见黑人 他就想上去咬 而且就是你不是第一次来 第二次第三次来了已经 他还是想上去咬 这个确实挺奇怪的 反正除非你跟那个狗特别的熟 不然的话那个狗真的就是想上去咬你 重庆外建里边有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年轻人 他在这里边主要负责一些对外交接的一些任务 他每天都在坐着车东奔西跑的 然后要么就是去施工现场看一看 协调一下工作 要么就是在办公室里坐着整理一下文件 要么就是开着车去一些原材料厂 去要一些去这个进一些货什么 比方说修路需要用石子 所以他经常就是开着车坐着车去这个石子厂 去催这个石子催这个货 他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碌这个事情 所以我也有机会跟着他一起去这个 一些石子厂去看一下去记录一下他的一些日常工作 情况要说就处理 对对对对 他跟我说这个石子厂呢就是订金货款都已经付过去了 但是这个还是差那么几车 石子一直没有运过来 因为当地的当地人工作效率比较低 而且没有说什么时候把事情做完 什么时候再休息这种观念 所以说这个差了那么几车的石子 迟迟没有送到 所以这个施工现场一直没办法往下进行 他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往返这个石子厂去催这个石子 所以说这个事在他给他搞的就是焦红烂额的 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 而且每次去都是空手而归 特别不容易吧 像这种事其实在非洲很多工地可能都是非常常见的 还有一次就是他们厂子里的这个工程师 跟这个修路的这个东家 也就是这个投资方就是约见 说要在一起就是探讨一下关于工程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我们在一个外面的一个小小这个酒店门口 这个这个梁亭底下坐着等他嘛 等这个东家来 咱们等了快有一个小时了 差不多 还不知道还不知道他几点能来啊 还不迟到 还不迟到 因为他约他十次有九次半才能迟到 十次有九次半都是迟到 还不来的时候 继续等着吧 继续等的 对啊 差不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 也不见东家来 东家就是一直打电话说 我一会儿就到 我一会儿就到 但是直到等到下午四五点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然后他那个东家知谁没来 最后打来电话说 今天有事情了 然后改天再约了 就是这种事在他们非洲就经常能遇到 就是失约啊 迟到啊 拖欠啊 这种事就经常有 所以说在非洲施工的这些中国企业的员工 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 生活挺无聊的挺枯燥的 而且工作进展也不是十分的顺利 另外一个人消失了 电话打不通 我在那个在他们办公室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就说他已经在一种坝了 结果我都就跑到这儿来了 人还没了 不知道跑哪儿去 种种吧 就是特别不容易 就是参观的这段时间呢 我得知了一个消息 就是在姆贝亚东北方向的一个村子里 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维修厂 这个厂子主要负责维修这个坦站铁路 这个厂子里边的有两个中国老人 这两个老人呢 他们两个已经在坦桑尼亚这个厂子 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 门委办公室 这边化验室 实验室 前面是水厂 这边是主要厂房 负责厂房 这个机修车间 前面那是配电池 现在还有工人在里边 有 今天礼拜六 礼拜六又是什么 他们周日收拾也来 所以我跟老田 只要他们来我们就来 甚至他们不来我们也来 因为他每天都检查 发现问题 及时得处理 及时告诉领导 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让他拖了 有的时候一年回国一次 有的时候两年回国一次 两个老人就这么在这个厂子里 过着每天过着 这个按部就班的生活 他们这个厂子经过介绍 说是很多的设备 都是从国内运过来的 包括这个大型的一些设备 非常先进的设备 都是从国内运过来的 他们主要是负责生产 这个铁轨底下的那个枕木 就是那个用水泥做的那种东西 并不是木头 他说生产的这个东西 是在整个非洲 甚至在中国都算是一等品 质量非常好 就是因为这个铁路运行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有些部分零件需要更换 需要维护 所以这个两个老人一直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在工作期间 他们两个也是带了几个黑人的徒弟 因为很多事 只靠他们两个人来讲 可能并不能做到很好 所以他需要带出一些徒弟来 带出一些能拿得出手 靠得住的徒弟来 来帮助他们完成一些事情 一些繁大措施 对 六个徒弟之一 就是比较熟了已经 他现在是车间的 就相当于人 就相当于 这个生产兜头 这个人很好 这个厂子有几个黑人在那儿 就是每天在做这些诊录 每天在去学习用这些机器设备 总的来说 这个厂子 虽然说这个铁路已经修完了半个世纪了 但是后期的维护和养护 这个运行以及维修这些工作 依然我们中国还是在提供着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帮助 这两个老人在厂子里边 平时也是除了工作之余以外呢 然后他们也会在这个厂子里边 工地里边栽种很多的这个香蕉树 还有其他的一些花草 本来他们来之前 这里边真的是一片荒芜 什么都没有 那现在你看这个厂子里边 又是树木又是菜地 又是郁葱葱的 非常有升级 这个也是他们辛苦 十几年来的一个成果 一个缩养 为了这个工作 他们把这个远离家乡来到这里 然后很多他的儿女的教育 他们也无法顾及 所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吧 也是舍弃了很多东西 为了这条铁路 当然这条铁路 半个世纪以来 真的是有太多人 为此付出了太多东西 所以这条铁路能依然运行到今天 行 好那有机会咱回国 回东北见啊 一定听啊 欢迎再来啊 欢迎再来 欢迎 要感谢你这次来 不用不用 祝工作顺利啊 谢谢 谢谢 行 算了 我们走了 好的 拜拜 保重啊 一路平衡 一切顺利 好嘞 在坦桑尼亚最后的这几天呢 我一直是在跟这个中国企业员工在一起 想多了解一点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 离开这个坦桑尼亚之前呢 中国车行的几个老乡的这个员工 也是请我吃了一顿烧烤 对我这几天也是特别的照顾 就这样就是带着种种的这种美好的期望吧 然后离开了坦桑尼亚 到了下一个国家赞比亚 山岗前面就是赞比亚了 马上要到赞比亚了 告别坦桑尼亚 对这儿还是有点不舍 在这儿待了四十多天 很多难忘的瞬间 期待赞比亚吧 走了 刚到赞比亚的时候 去赞比亚之前我就听说赞比亚这段路非常的荒芜 人很少 路上的补给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临走的时候也是带了非常多的吃的和喝的 进入赞比亚的几天后 我们就发现这个沿途都是暴力的森林 人烟真的非常少 只有一条公路在这个森林当中 蜿蜒延伸的 森林当中有特别多的这个区域是被用被人用火烧过的 一开始我还比较好奇说为什么这个人很少 但为什么有大片的森林被火烧了 你经常能爬上一个山坡看到远处的树林里边就开始用浓浓的黑烟就生起来了 你就说明那肯定又有人放火了 随着这个往前走慢慢发现路边有很多的这个用麻袋装的这个木炭 显然这个当地人是在用放火烧这个森林用这个 树木还没有完全烧尽的这个树木来做成这个木炭在路边来售卖 这片森林都被大火给烧毁了 然后都烧成那种木炭 摆在路边售卖 这个是当地人唯一的一个经济来源吧 其中我问了一个当地的一个人 这个黑人小哥他跟我跟我介绍说 他每天有的时候经常就是卖不出去 而且一个月可能也就卖出那么几袋来 一袋和人民币也就四五十块钱 非常便宜 这个就是那个树烧的 就是这样的 这个多少钱 这一袋差不多是五十当地的货币 然后和人民币也就三十多块钱 三十三块钱吧 非常便宜 这么一袋可能要一整棵或者两整棵的树 才能烧成这样的 OK Thank you 他的收入其实是非常的低 但是他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只能是靠来做这个木炭来绵强维持自己的生活 像他这种在路边按木炭的人非常非常多 几乎只要有人家就门口就会摆一些木炭 他们也不种地 反正就是靠这个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他说三天差不多能弄出这么一袋的 然后也不知道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天也就能挣二三十块钱 然后也没什么经济收入只能靠他 然后一个月的话也就挣个五六百块钱 然后算好的了 Thank you 起初我还非常的担心 担心的是这个森林可能是不是早晚有一天会被烧完 如果烧完了不光生态遭到了破坏 当地人靠什么来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难说的问题 但好在我发现这个森林里边地上有不断在往外冒的这个小树苗 如果是雨季的话几场大雨浇下来 这个树苗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 也就是说这个森林的自我修复能力还是比较快比较强的 所以说可能并不用担心说这个森林有一天被他们完全毁掉了 但是如果随着人口的增加的话 森林再这样被烧下去的话 我想对人类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就是在这样的茂密的森林里边 还是能有遇到不少的这个中国的工地企业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当地做一些工程 比方说修路啊修水渠啊架设电缆啊 都是做这些帮助他们修这些基础设施的 所以虽然不济难 但是我能偶尔遇到这些中国工地 我也会进去借宿一下 在工地的里边能吃到中餐 所以说对我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这也是好 后来我会给你吃饭了吗 你不是你原本那个约你通过吗 你说说你注意啊 那你就结了吗 要不是我问你你说 哎呦我会用巴黎的招待 哎呦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还挺多的 每天基本上都能碰见 还行吧 感觉在这边骑车不用担心吃喝住的问题 之前的担心一切都打消了 有一天下午我骑着车子翻过一个山坡 突然发现路边停了一辆白色的皮卡车 因为这儿根本就没什么人 也不知道这个皮卡车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就非常好奇地往那个皮卡车里边瞄了一眼 里边坐着一个人 而且看上去非常像东亚人 戴着一个亚绅帽 他主动向我招了个手 我也向他回来招了一下手 我看他长得特别像中国人 但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中国人 所以我就好奇地把车停在他车旁边 我就过去问他 我说你是中国人吗 他说是中国人 当时我其实非常的开心 非常就是喜出望外的那种感觉 就没想到在这么荒芜的地方 还能碰见一个中国人开着车停的事 于是我们俩就开始长谈起来 聊着聊着他就说 你今天晚上要不然跟我去我的营地吧 然后就别走了 就是今天晚上工地人比较多 然后能热闹点是吧 就碰上了 我们俩还没见过 行那就一起见见呗 是中间二局的 然后就今天晚上就跟着他去他们公司里去住一晚上 那我其实还很想跟着他去营地 因为在中国的营地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既能吃到中餐 而且也能休息好 所以我就上了他的车 他又给我拉回了他的营地 他的营地在这个路的右侧 一段土路之后才能到达 他这个营地主要也是在当地负责修公路 是新建的一个营地 在营地里边只有几个中国工人 还有几个黑人员工 我的到来呢 也是给这个营地增添了一点小乐趣吧 就是说我可能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工地 除了工人以外的一个中国人 那他们也开始筹备这个晚餐 这个小伙子呢刚大学毕业 他一个人毕了业就来到了非洲 开始了这个在非洲的工作 来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 也自己不会做饭 什么都不懂 之前这些都不会做 都是来非洲练出来的 一个月练过来喝一张菜 这跟谁学的呀 在家里打电话问的 可以下一个那个菜谱吗 手机上软件 人家的要求都比较高 材料都比较高 材料很多 咱家里面做的都比较简单一样 在这个工地里边 小伙子跟我说 他们有两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哥 特别喜欢吃当地这一种食物 我当时还觉得可能有什么好吃的 我还特别想尝试一下 但是他跟我说这个食物的时候 我已经完全就没有了食欲 今天晚上要吃好吃的 赞米亚的虫子 赞米亚的虫子 绿油油的 然后都已经都已经死掉了 看上去挺肥的 感觉肚子里边都是那种浓稠的那种枝叶 反正看上去感觉挺恶心的 这个营地里边有一个大哥 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 而且还亲自下厨来做这个虫子 我非常想试一下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尝试这个 各个地区这种奇特的食物 只要是当地人吃的 我都愿意去尝试 之前在赞米亚 在这个柬埔寨汽车的时候 还特意去找过一个小镇子 去吃那个油炸豬 所以以前有过这种是虫子的经历 所以这次也并不会觉得恐惧 只有雨季它有 而且这个有 那虾子 老大白啊 真虾 开始了 我尝一个小一点 好 谢谢 谢谢 尝一个你就想吃点 你们不吃 尝一尝吃 这东西还出头的 来 我今天这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哈哈哈 感觉咋样 咋样 我还没吃过呢 真的 做的还挺好吃的 咱还咬了 还挺有嚼劲的 那像葵团似的 有弹性 刚出来的 就像猪儿虫一样 猪儿虫 成性的猪儿虫 没事大胆吃 这猪肉生的就吃了 有点像那个 鸡皮有点炒椒的那种感觉 啊 对 你不要去考虑它的那个长相 你就放在嘴里吃就行 我大概吃了那么两个吧 那个口感就有点像 胶皮糖似的 在嘴里嚼了半天 很硬 而且味道有一点像 你嚼树叶的味道 因为这个虫子就是在树叶上嘛 它长期吃树叶 所以有 全是那种树叶的那种腥味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谢谢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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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赞比亚骑车的时候呢 我遇到一个阿根廷人 这个阿根廷人名叫欧古斯丁 遇见一个阿根廷的哥们 然后在路边补胎 然后去卢萨卡 然后一起一起骑了现在 他也是骑行车旅行的 我们俩在路上碰见之后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当时他正在路边修补自己的车胎 然后我就在旁边等着 这个阿根廷他一个人骑车 他也没有随身携带这个做饭的东西 也没有带食物 所以一路上基本都是靠买东西来吃 那和我骑车这段时间呢 他也是跟我一起光顾了三个中国的工地 在中国工地有好吃的 也能睡得好 休息得好 所以他这段时间觉得是 应该我觉得是他在路上比较幸福的一段时光 而且有一天他跟我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津巴布韦 我说我不要去津巴布韦 我去纳米比亚 然后他就说你跟我去津巴布韦吧 这样的话我就能再一起到中国的工地去住了 如果我自己的话 他们可能不会让我去住 当然我现在这也觉得很好笑 因为确实他这段时间 真的是跟我在一起想了太多的福了 已经有点上瘾了的感觉 和澳谷斯丁在一起骑车的这段时间 过得还比较快 我们俩到了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就分开了 因为他要往南到金巴布韦 我要向西到纳米比亚 和他在一起骑车的这段时间 让我对欧美白人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然后就是感觉他们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急躁 然后并不是像我们一样 说话啊做事情啊 比较魅脸一点 比较委婉一点 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 无论是高兴还是沮丧还是愤怒 直接就表现出来 就是毫不收敛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中亚人和欧美人 还是有很大的生活上的一些 情绪上的一些差别 在赞比亚卢萨卡有一个周末市场 这个周末市场呢 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小商小贩 卖的一些手工艺品 与旅游纪念品 有这个纺织的 有画作 有这个木雕 还有这些古董 钱币什么的 我当时和一个中国朋友在一起 逛这个周末市场 也是分别买了一点 自己喜欢的这个小纪念品啊 太大的我也没法戴 这个小纪念品市场 在非洲其他国家也经常有 大部分都是木雕 雕刻了很多这个动物的形象 以及一些面具 还有一些工艺品 反正挺好玩的 看着也挺挺美观 嗯 喜欢的话可以多买一点 但是里边的人 药价都是往虚高的药 你一定要学会这个砍价 其实来赞比亚最想去的 就是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 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 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边境地区 离开这个卢萨卡 继续向南走四五百公里 就到了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 在去维多利亚大瀑布 这三四天的时间里边 还是穿越了无穷无尽的这个森林 在赞比亚的这个丛林里边骑车 其实挺枯燥的 这个景色一直没什么变化 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这个丛林 好在路边有卖好多这个水果的 各种各样的 然后也没见过 也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看上去像橙子似的 但是很硬 不知道里边什么样 一会吃起来看一看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也不知道叫什么 吃起来有点酸酸的感觉 挺好吃的 果肉还挺多的 一会看一看 那个水果特别的稀奇 而且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 我也叫不上来名字 有一种特别小的 然后咬开之后里边的果肉特别多 那个果汁也特别多 吃起来酸酸的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大 这个个头像这种橙子那么大 然后那个外壳特别的坚硬 我一开始不知道 这个好硬啊 也不知道该怎么吃 还拿牙去咬 怎么咬一咬不动 后来我就拿那个 往地上那个去砸 砸开之后 里边的那个东西 非常多的那个果汁 然后吃起来味道 有点像腐败了的那种酸味 但是并不算特别难吃 可能那个水果就是那个样子 并不是坏掉了 因为我连续打开了两三个 都是那样 不知道看着感觉挺恶心的 也不知道吃起来什么味道 有点像发霉的那种食物的感觉 也是酸的 酸不拉几的 有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 大的小的 还有这么大的芒果 买了这么一大袋子 才花了三四块人民币 维多利亚大瀑布是非洲最大的瀑布 这个宽度在一两公里长 非常非常宽 而且非常的壮观 但遗憾的是现在是旱季 并没有看到它最壮观最美丽的一面 现在这个旱季去了一看 就是那么灵星几条水往下流 就跟那个自来水龙头似的 一点都不震撼 也没有什么传说中的那种轰隆隆的响声 或者是那种烟雾缭绕的 包括有太阳照的照上去 还会有彩虹的那种 那种场景 所以当时非常的失望 现在是枯水季 这么大的瀑布 现在就这么两溜水可以看 好多悬崖现在都裸露在外边 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 被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国境线一分为二 一部分在赞比亚境内 一部分在津巴布韦境内 津巴布韦那边的地势略低一点 所以很多水都流到那里去了 所以即使在旱季那边还是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效果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津巴布韦那边的岸边 聚集了很多的游客 在反观赞比亚这边 真的是游客寥寥无几 我们当时就是隔岸相望嘛 看着人家津巴布韦那边的游客 当时真的还是非常羡慕人家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津巴布韦的签证 没办法过去 所以只能就是忘了这个瀑布 只能自己感叹了 大瀑布周围有茂密的森林 也有很多野生动物的出没 比如说大象非常多 有大象的粪便 所以在这个维哥利亚大瀑布附近 游览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不要往这个丛林里边走得太远 真的有可能 一不小心就遇到大象 因为在我离开赞比亚的一个星期之后 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 有两名欧洲游客在这个森林里边 就遭遇了大象的袭击 两个人都死掉了 大象和河马在非洲是非常危险的动物 而且经常容易被人忽视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都害怕狮子害怕豹 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河马和大象 也会主动地攻击人 而且河马是在非洲 每年造成人死伤最多的一种动物 从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所在地 也就是利文斯顿时 从利文斯顿时到纳梅比亚边境 还有两天的路程 在离开赞比亚最后一天的这天下午 突然天空就开始乌云密布 然后远处不停地在打着这个轰隆隆的这个雷 特别的响 而且闪电直接都是劈到地面上来 挺恐怖的 我的右边还有左边以及前方 都是这种不断地有闪电出现 乌云一直在后边在追赶着我 所以我也是不敢停下来 想继续赶紧往前走 躲开这个雷暴区 但是中途有时候就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大雨所逼停 我有时候就得到路边的这个茅草屋底下 或者是这个高压电塔底下的这个小房子 房檐底下去 去这个避雨 比纳米比较还有100公里 走着走着 现在突然乌云密布 下起了雨 然后前面电闪雷鸣的 为了安全起见吧 现在下了雨 然后就不走了 现在在这个路边的一个信号塔旁边有一个小茅草房 在这儿避一会儿雨 看看雨能不能停 能停的话 再往前赶一赶 如果不停的话 今天晚上 就只能在这儿找个地儿歇了 这儿连个人也没有 非洲的这个雷电非常的狂暴 因为它是每几秒钟就会劈向地面 每几秒钟就能看到那个雷电劈向地面 非常的恐怖 骑起车子来也是注意力不集中 因为你要不停地观察这个云朵云层 是否已经到了你这个头顶 你何时什么时候该停下来躲避一下 什么时候该加速前进 所以那个骑起来的这个心理压力非常大 这个雷暴真的是非常的下雨 但是好在这个老天爷还是比较给面子吧 西边的天空有一缕阳光照下来 说明这个西边那个天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晴朗的 没有这个雷电和暴雨 所以我就冒着这个小雨赶紧往前加速的骑 现在雨小了点 所以我趁机赶紧往前走 看看能走多远 能遇见一个旅馆是吧 今天晚上要是打雷下大雨的话 扎营那就遭罪了 如果刚才就在信号塔那停滞不前的话 可能今天晚上还要被雨淋 所以说在自己想放弃的时候 还是得咬咬牙 继续往前再走一步 老天爷会看到的 好 继续出发 向着太阳的方向 走了 好